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今天來討論一下微軟接下來該何去何從 首先來介紹來賓 第一位13C精品代理商Tommy Tommy哥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3C科技達人 道格 道格你好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我先來問一下道格好了 道格昨天這個推出了蘋果的新品 可是蘋果真是真的很大方 軟體一起送你 你覺得對微軟來說是不是真的衝擊蠻大的 我覺得首先就我們在商延商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他送我們這些使用者軟體的話 的確是蠻大方的 我覺得是對因為我自己本身是用那個Mac Pro 我覺得直接這樣無痛生起非常的好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很開心 但他這一次人家會說蘋果 畢竟還是一個比較封閉的一個作業系統 他這些送的軟體來說的話 好像那個效益 如果跟微軟通通送你的話 哇那個效益應該不太一樣了 對因為其實很多現在是說 一面倒是覺得說送這個的話 有沒有可能會這樣等於是賞那個PCE巴掌 可是我覺得我可能是持一個保留態度是說 畢竟他送的 他送的這些軟體可能第一個你必須要先買 像我自己iWork啊 這個我其實都沒有用到 iLive我都沒有用到 因為我用不到那個東西 只是說他的從那個雪豹 然後升級成那個小牛的話 這個我可能會比較開心一點 那另外一個是說會不會影響到說 PCE市場的話 我覺得可能在短時間之內的話 還看不出什麼樣的成效出來 所以不會衝擊到現在的PCE市場 我覺得目前啦 可是未來的話我就不太敢講了 對對對 未來有可能會大洗牌 有可能有可能 但這一次還好啦 目前看起來是還好 我感覺不算有什麼樣子 就是說對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會很開心 因為畢竟你看像 從Windows 8升級到Windows 8 Pro的話 需要付一個費用出來嘛 可是我這樣直接升級的話 我無痛升級 我個人是蠻開心的啦 如果是很習慣使用蘋果的 應該會很開心啦 會很開心 對因為這部分畢竟可以省下一點錢 而且會變得更時鐘 好不過呢 蘋果很大方送東西 微軟呢 其實微軟也是 向來就是軟體著稱的 這次蘋果 就是鎖定在軟體這部分 沒關係 我免費送你喔 消費者可以來體驗 不過Tommy哥你覺得啦 微軟這一次面對這個蘋果 好像有點來勢洶洶 要搶到微軟 PCE領域的這個意味 有一點點出現了 你覺得來說真的是一大打擊嗎 我覺得目前來說 影響性應該不大 但是三五年後 我不知道了 因為蘋果現在在做的事情 他是在培養消費者的習慣 是 今天我如果說 例如說我今天是一個學生 我剛踏入 我要用一些文書處理 那你微軟的東西 動不動折就要好幾千塊 好幾萬塊 那如果說他現在有一個 免費的軟體可以用 他可能先優先 用這個學 那不是不無可能 是 那如果說當現在學的人 慢慢越來越多 當這兩個的系統 使用的越來越多交渣的時候 一定會吃到那一定的施展率 可是好像微軟 之前在這個軟體的霸主地位 我們不用懷疑嘛 但現在微軟要搶進所謂的硬體市場了 你覺得說這個算是一個明智之舉嗎 還是說其實有一點點在這個走道退路的感覺 我覺得說其實現在很多的大廠他們都 不是說他們有個迷失 我覺得說其實現在 我只想說傻瓜問題不在於硬體 為什麼 不在於硬體的快慢 是在於使用者的體驗跟感動 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從Windows 3.1跟DOS 轉成Windows 95的那時候的感動 那時候我覺得說原來電腦可以這樣子用的 是 很感動 那個是感動 那個已經不是說原來科技可以這麼進步 但是後來從95之後 ME VISTA也帶給我很大的感動 就是我怎麼感動說這些東西 怎麼可以搞成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讓大家大失所望的 對 痛哭流涕 所以我覺得說重點不在於硬體 在於消費者體驗跟軟體 所以那你覺得啦 現在在這個微軟 針對軟體這個部分 消費者體驗來說的話 是不是還是不太夠強 不太夠力 我覺得說做一個最簡單的試驗 像我之前看一個 Nokia的一個裡面 內部高層寫的信 他說當他四歲女兒拿起iPad 或是iPhone 他在這邊點點點玩玩 馬上手的時候 那很順喔 他就說那個Nokia的高層就說完了 我們公司可能會有事 會有事 因為連四歲小孩子都會用嘛 所以我建議說 如果現在那個微軟的研發人員 就是研發出來丟給自己 在四歲五歲的小孩 如果他馬上手 所以這個都可以做 好 所以這個 其實重點 剛剛Tom哥也覺得說 其實不是硬體的問題啦 硬體的話 你要取得很方便 而且現在硬體 也幾乎都已經到極致了 而且講真的 去大陸 隨便一個手機廠 或是什麼平板廠 你要什麼硬體 倒倒倒倒 白排的自己組裝的 都可以 倒倒起來啦 對啊 所以這還是要回歸到軟體 本身在軟體 你有創新 有突破 讓使用者用起來覺得說 哇 好簡單喔 好方便喔 或是覺得 哇 好厲害喔 這可能才是大廠 後續的一個生存之道了 不過既然提到了Nokia 我們接下來要帶你來關心的 就是 跟微軟相當有關的Nokia 未來十年之內 將會不再存在了嗎 因為現在微軟 恐怕不會再使用 Nokia這個品牌了 Tommy哥 你覺得這件事 有可能發生嗎 Nokia 大家都知道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啊 它當初也算是 數一數二的大品牌 有可能消失嗎 我覺得消失也有可能 因為有好幾個已經之前大品牌 像摩托車 他已經現在已經 台灣已經消失了 是 我也蠻感傷的 因為我個人以前是代理 摩托車他們家的商品起來的 嗯哼 那其實 諾基亞我覺得 我也有看到一點那個徵兆 因為他也跟被微軟買 那現在就看微軟他們的想法是如何 那 因為 Nokia他以前 我也是Nokia的愛好者 那一樣也是 我覺得他的科技來自於人性 他以前那個介面 大家我相信都很清楚 很好用嗎 一是call 二是message 三是什麼 四是什麼 你背得好熟喔 用了十幾年了 然後用完之後 然後第幾個是貪吃蛇 啪啪啪啪 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很人性化的介面 所以他那個介面有讓你感動到 但是Nokia現在還是最人性的 嗯 因為你用Nokia手機 你絕對不會在吃飯的時候 在那邊 對啊 Nokia手機擺旁邊 我們來人性一點 那這樣子感覺起來 好像真的不是太好用對不對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是 連吃飯啊幹嘛 都要跟人家 都要畫一下 都要畫兩下 就算你坐我對面 我也要用這個手機 來跟你畫兩下對不對 然後Facebook先拍 再吃飯 對 那以前我們是手機擺 吃飯 對啊 對 所以你覺得這也算是另類的 那一定會 另類的人性 對 人性了 好 不過道格你怎麼來看呢 這一次Nokia 這個即將要併錄 是微軟旗下了 是 那他以後真的會消失嗎 我覺得 我可能跟童語哥一樣的想法 可是我不希望他消失 因為Nokia 就是一種年輕時尚牙皮的味道 那形象非常的鮮明 對 那我覺得我非常個人 很推薦2050 2520這一支 因為我覺得 他這個那種 那種 你說的是這一次 Nokia 這一次的話 發出第一款Windows的平板電腦了 對 我不覺得他外型就很好看 滿有香紅色有沒有 這種 這個紅真的還不錯看 就是你可能是說 去咖啡店有沒有 然後坐著啊 當個文青 尾文青幹嘛 這樣打打字啊 很像那種學的慾望程式有沒有 然後 就希望說看有沒有妹來看你啊 我覺得這樣子感覺 這種image很好 但是除了形象 除了外觀之外啦 這一台啊 他實際來應用的話 真的好用嗎 目前我覺得 因為我在香港有用過 他們那個 微軟 就是微軟 他們自己出的平板電腦 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就是說 他的攜帶方便 然後 而且 我覺得他鍵盤的觸感 沒有我想像中的差 然後處理速度會很快 我個人有度還蠻推薦的 所以你覺得這個還OK 對 好 但是呢 Nokia 畢竟來說 現在已經是被人家買走了 所以未然來說的話 品牌 可能 我們希望他繼續存在啦 希望 非常有可能 在以後微軟 真的不會再用這個品牌了 好 就是今天的第二個話題 第三個話題 我們帶你來看到 是蘋果了 也就是我們講到 蘋果昨天呢 其實發出了 兩款的最新產品 來看到其中 iPad mini的部分 竟然漲價了20% 現在有美國的科技網站說 小心喔 繼續死守高階 恐怕會自食二果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道哥你覺得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還是重申一句 再上研商的話 他其實固守 他的毛利成本 是本來就是一個 公司營運的時候 該做的事情 但是唯獨說 他的iPad mini的 第一代跟第二代 他們的功能的 那個比的話有沒有 其實差距非常的小 而且一次就漲了 七十塊錢美金 我覺得是有點 是有點貴啦 可是我相信 始終的蘋果米 他還是一樣會照單全熟 所以你覺得即使他這一次 貴了七十美元左右 因為這一代的iPad mini 是貴了七十美元 對 那你說其他的 比如說像他什麼 多增加了什麼 他WiFi收訊比較好 其實對我來講是無Tone的 你知道嗎 對 頂多就是說 他的螢幕 我本來就很喜歡 Butina的螢幕 它真的是畫質 跟清晰度 跟細緻感 真的都有差 所以覺得這個貴的價格 是有價值的嗎 我覺得這因人而異 因為真的你看了那個螢幕之後 你真的回不去了 真的回不去了 因為真的很漂亮 就跟我們用了大的這個介面之後 就真的回不去小的 對 真的回不去 對 好 不過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iOS系統呢 VS是Android系統 這陣營來說 在全球平板的一個市佔率 到底是怎麼消長的 在2011年呢 Apple還稍微領先 市佔率高達了80% 當初的Android 只佔了大概兩成左右 不過到2013年 就是今年的時候 預估 Apple會掉到36% 而另外呢 Android陣營反而絕起 來到了60% 而且呢 現在平板電腦 在短短的一兩季之內呢 這個尺寸開始往下掉 現在比較夯的是 8吋以下的產品 Tommy哥 為什麼這個消長會這麼明顯呢 到今年來說的話 iOS陣營整個被打趴了耶 你要想想看 2010年的時候 整個平板在世界上的銷售 是多少個 當初可能說一千萬台 蘋果佔八成 然後其他的佔兩成 那2012年是幾台 我沒有確切數字 但是我相信 那可能已經是幾億台上去了 所以Apple的銷售 並沒有衰退 他只是慢慢的 在緩步的往上爬 只是說其他的東西 便宜的出來 一下打到市場 那因為便宜就容易入手嘛 容易入手 他就門檻低 那當然他市占率會衝得更快 是 但是你說整體的大餅 還是在成長的 但是Apple 我相信他的銷量 還是持續緩步的成長 至少不會衰退 是 所以你覺得說Apple已經算是 這個已經算是 谷底的一個階段了嗎 道格你覺得 還沒有到谷底啦 我覺得沒有誇張 可是我相信他 他只是成長比較慢而已 但是他還是有他的 始終的那個 我覺得他沒有谷底過啊 他沒有谷底過 他一直算錢啊 七百多塊每美元的股價啊 對啊 那我們算哪一家 因為之前股價跌的還蠻兇的啊 我覺得都是市場操作啦 其實他的 Apple的現金 畢竟然是全世界的現金最多的 他想要幹嘛其實都可以幹嘛 他小跌也是五官同仰 可是Tommy我要進一步問你喔 因為之前的iPhone5C嘛 大家說評價評價 結果這個價格一公布 規格一出來 大家罵翻了耶 就會說你這哪是評價 哪是低價 然後現在呢 這個mini要漲價喔 漲價百分之二十 大家也罵翻了說 你這樣繼續死守高階 你一定會什麼自食惡果 為什麼貴也不行便宜也不行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的庫克先生 他從來沒有說過5C是評價的東西 是 蘋果也從來沒有對外說 他要開始經營中低階市場 甚至大家都覺得說 蘋果是撐不住要下來做 那講實在一點的 你真的要用Apple的東西 iPad mini 它也是有16G便宜的版本讓你選 他iPad 2 也是有留下來16G的讓你去買 iPad 2我記得399美金 然後iPad mini 現在都已經降了 iPad mini好像是299美金 你說他貴嘛 我覺得也還好啊 對啊 所以說他上一代也降價了嘛 對 他上一代降價 他也是留給一些入門款的 讓想要入門的門檻不要那麼高 可是我覺得 Apple從來沒有說過他 我要做便宜的chip market 他從來沒有講過 但是有人說啊 你在死守高階試試看啊 可能下場不好 你認同這句話嗎 就好像說 我們男人都有想要買超跑的願望 對 買超跑 賓士也有超跑 藍寶基尼也有超跑 同樣都是一千多萬 但是你問如果這個男人 他想要買超跑 他會先選藍寶基尼還是奔馳 或是賓士 我相信有八成的人 都是要選藍寶基尼 藍寶基尼 如果再同樣的 因為那是品牌價值 對 所以你覺得說Apple 應該也是個品牌價值的關係 那形象就真的很鮮明啊 你看拿5C跟5S的那種image 就會有差 因為你看像5S的那個什麼 金屬質感就是那種很貴氣 很時尚那種牙皮味道就出來了 那如果說年輕族群就拿粉紅色 粉綠 粉藍 粉什麼的 對啊 這些都可以啊 因為講真的 你一個18歲的高中生 拿著土豪金也是怪怪的嘛 對不對 我不會想跟18歲拿一樣的手機啊 好 現在就看你 所以現在現場兩位達人 對於蘋果來說 品牌價值還是蠻厲害的 要往下掉也不太容易 這個階段我們帶你來討論 最新的科技新聞消息 不過下階段看到了嗎 你喜歡唱歌嗎 想要當明星嗎 現在解放嶺的歌手明星夢 每個人都可以是K歌之王 到底怎麼辦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